好 導播可以給我最後一張電視搶嗎 也的確啊 我們看到了 中國的不一樣 從我們剛剛說到的外交 戰略 軍事到文化 其實各方各面呢 都在做升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了 這件事情有一點嚴重耶 烏克蘭又有一個超級行動 然後打擊了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好 這個是立將軍的本命題了 衛星照片我們看到 這邊都黑黑的 因為漏油 攻擊之後發生了軍艦漏油 這是烏克蘭4號的時候 對於俄羅斯的海軍基地 發動了無人艇攻擊 俄羅斯的登陸艦 戈爾尼加號 據說現在已經壞掉了 以後搞不好也修不好 在這場襲擊當中嚴重毀損 英國說這場襲擊是 先前俄羅斯黑海艦隊 對俄羅斯黑海艦隊 莫斯科黑海艦隊的重大打擊 在二戶戰爭當中 我知道之前有一艘這個 莫斯科號也被擊沈了 那再來呢 這個算不算是 他已經攻擊到他的 這個我們說俄羅斯的領土了 當然各方解讀不一樣 那澤倫斯基也很不高興啊 他就說啊 你們攻擊我們 你們怎麼這麼無良啊 攻擊書寫中心 結果呢導致我們很多人員傷亡 還說俄羅斯企圖摧毀一切 可維持生存的東西 但是美國的情報員 前啦 前中情局的情報員爆料說 美國計劃把澤倫斯基給消滅 然後把這件事情架禍給俄羅斯 其實這些消息喔 一再的好像有透露出 美國好像有一些人對澤倫斯基是很不滿的 也包含了烏克蘭的這些行動啊 將軍 第一個我說這艘軍艦被擊沉 確實是烏克蘭的一個勝利 重大的一個勝利 然後是俄軍的一個很嚴重的疏忽 因為你的莫斯科號已經被擊沉了嘛 你知道你現在被打掉那艘是軍艦喔 是被無人艇擊滅的 那軍艦上面一定都有什麼 一定都有雷達嘛 你24小時要有人值班 要過雷達 雷達有分對空的 也有對海面的雷達 所以那無人艇過來的話 你如果說當時的值班的這種雷達操作員的話 你應該在雷達上面可以看到 有無人艇向你接近 然後軍艦上面還有一種武器 叫做方針快炮 我們台灣叫方針快炮 俄羅斯他們那個炮的名稱我不曉得 就是專門它可以打中飛彈的那種 速度很快 一秒鐘可以打中300發子彈的 炮彈的那種火炮 所以說如果說這艘軍艦來講的話 它如果說靠港的時候 它的雷達都有開機 也有固定人值班 它發現有快艇向他接近 因為那快艇再快也不會比飛彈快 它如果說雷達上面可以看到的話 它啟動它的防禦系統來講的話 它應該可以把這一艘 這無人艇給它擊滅掉 所以這代表說俄羅斯 自己本身的一個疏忽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疏忽 我如果說今天是普京的話 我就把海軍總司令給它拔掉 海軍總司令前一陣子 才跟它一起去海軍節的教育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軍事人員的一個疏忽 第二個我們講這輸血中心來講的話 我覺得當然 澤倫斯基說這個是輸血中心 但是我們知道作戰兵不厭詐 會放什麼武器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也不敢講 會藏什麼軍隊在這邊 那當然是我放在學校也有可能 放在醫院裡面都有可能 那俄羅斯來講它不會憑空無故 浪費一枚那麼貴的導彈去打這個地方 那一定是它有情報說知道這個地方 放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是說今天我們交戰雙方 台灣真的是不要陷入跟戰爭 因為你不管你知道到什麼地方去 你軍隊藏到什麼地方 敵人來講的話 他為了戰勝他不擇手段對不對 所以連這種地方他都攻擊 可能是真的輸血中心 但是裡面有沒有放其他武器 有沒有藏其他軍隊 我們沒有得到一個確實的一個消息 我們不敢證明 可是為什麼俄羅斯願意花這麼貴的武器 去攻擊這個地方 最後我講一下 這個黑海糧食出入口 其實這糧食非常重要 大家要知道 烏克蘭如果糧食不從黑海出入的話 它黑海出入糧食運到哪裡 運到非洲去的 所以最近非洲在開這個和平會議 那它糧食會不會走陸運 不會啦 它不會從波蘭那裡走 因為波蘭那邊走陸運 再到波羅的海再運輸的話 那個運費太貴了 非洲人吃不起啦 那麼貴的運費他吃不起 所以說對 我覺得這個是糧食危機 確實是人道的一個危機 所以說是不是 我希望說俄羅斯或者是烏克蘭 雙方來講的話 你在這方面基於人道立場的話 我是贊成說 土耳其派艦隊去護航這些糧食 然後跟俄羅斯雙方達成一個協議 因為這是人道立場 那個非洲那邊的人已經很窮困了 已經很餓肚子如果說他再沒有東西吃的話 或者你給他很貴的糧食他吃不起的話 那真的是人道危機 所以我個人來講我希望說 這個黑海的糧食漱口 雙方可以達成一個協議 讓這些糧食繼續可以運出來 不要讓這些非洲的可憐的這些人民 成為受害者 對 成為受害者 張軍分析得非常的到位 的確 常講人權 講人道 那現在烏克蘭直播這個狀況 知道 美國知不知道 西方國家知不知道 但是誰有辦法退步和平呢 這就是我們看到 戰爭就很殘酷嘛 你不退我不退 這場戰爭還有得打 因為西方武器還在送啊 美國的軍員還在送啊 這個什麼 買台灣軍購武器的這一題 因為很多討論我就不講了 那今天比較新的這一題好不好 最後來亮哥 好 今天這個是菲律賓的 國安會的官員透露說 菲律賓當局在年底之前 要跟美國進行南海聯合巡邏 那會去到仁愛礁附近嗎 因為今天有一個這個狀況 菲律賓的海防隊又在護送補給了 好 然後中國的海警船就開炮了 好 朝著菲律賓的船隻發射水炮 而且這個地點呢 就在南沙群島的仁愛礁附近 最後兩分鐘 我對你一下就點到重點 就是他會不會去敏感地帶聯合巡邏 我認為不會 不會啦 菲律賓也是蠻聰明的啦 我認為連美國都不一定會這樣做啦 因為不然你那個澳大利亞聯合軍演 你為什麼要跑到澳大利亞 跑那麼遠幹嘛 直接在南海演 對啊 你這樣對中國大陸 怎麼會有威懾力呢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聯合軍演 大概只有那個中俄聯合巡邏 那個就是直接踏到了日本門口了 清門踏戶 那個就是有針對性的啦 因為他們尤其是俄羅斯啦 認為日本先做了動作嘛 所以他那個就有一點報復的性質啦 那如果是一般的軍演不會啦 不會那麼爭鋒相對 就是說我就到你家門口這樣 應該不會啦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新聞就看看啦 不然我們吳釗燮看到又要興奮了 說我們可不可以參加啊 對不對 吳釗燮上次就跟菲律賓這樣呼籲啊 結果那個菲律賓的房長就說機率是零啊 就直接回應吳釗燮說機率是零 先不要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其實也看到印尼跟中國 熱絡的狀況啊 他也 也我認為啦 在杜特地訪問北京之後啦 大概菲律賓的那個輿論的氛圍要開始轉的啦 就是經貿的部分還是要 還是要有一點成果啦 大概是這樣 好 最後還有一分半鐘的時間 我們請將軍最後再幫我們評論一下 因為很明顯的之前搭草很久了嘛 那中國很明顯就是 我就是要斷了你的補給 我就是要讓你撤 棄船 好 離開這邊 因為那艘船廢氣 卡在那邊很久了嘛 我普通講上面那個好了 那天沒討論到 這個圓屋資金 為什麼俄羅斯這麼棄 因為美國前陣子不是給我們3.50億美金 3.45億 你是說台灣把這個淘汰的飛彈 叫英式飛彈 然後要轉讓給烏克蘭 做他的防空用 一物換一物啊 我記不記得大概就是前兩個禮拜的新聞 沒錯 曹哥你不要銷毀 你不要銷毀 對 拿給烏克蘭 所以俄羅斯很氣你知道嗎 你把這些武器 台灣的這些已經廢棄的飛彈 你應該要銷毀的 結果你不但不銷毀 所以維護得很好 把這些飛彈送給烏克蘭 對 轉賣給烏克蘭 那美國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 才給我們3.51億的軍員 原來是這樣啊 各位 美國劇本真的都出來了 難怪想說怎麼那麼好 突然間有一個預算 為什麼俄羅斯來講 干涉到這種事 對 難怪俄羅斯氣成這樣 然後北韓也出來罵了 對 所以就很明顯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身體健康的領域 小 selves焦 把靈職下單 與心沾沒負擔 來丟臨 死串 不但